銀色轎車入口紅燈右轉違規 遭民眾拍下檢舉 民眾收到罰單超級傻眼 因为这台车根本不是他的 搞了个乌龙 我报废快二十年的车子 竟然还收到 红灯违规右转的罰单 并且收到了古山分局 认错撤销罰单公文 报废二十年的车子 怎么会被警方误认 以违规照片ZX银车违规 但开出的罰单英文字母变成XC 字母颠倒物质成王先生 报废二十年的轿车车牌 王先生申诉原警也承认误开 交由交通局撤销 没想到之后又收到监理所寄来的罰单 昨天又收到了监理所的罰单 结果是乌龙加重 怎么会没完没了的开乱开乱乱开 原以为监理所是要撤销罰单 却是乌龙加重 罰单上写着 为投保强制汽车责任 显出三千元罰还 仔细一看车牌还是错误 强制选的举发是依据这个 那被开单了以后 那我们监理大会就会去查证 以后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这个车号物质的这个状况 然后申诉成功 他能够再通知我们 那我们会主动去查 监理站表示 未来会与交通裁决中心做协商 遇到车号物质状况可以事先通知 并会主动查核策案 只是物质车号让民众联手两张罚单 实在很无言 三千元网大卫成员高雄报道